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学八字的顺序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学套命而不自知 我们怎么学八字 我们首先先找出这个人的成就 他为什么这么有钱 他为什么会做了什么事 先把他的成就先抓出来 然后再来分析这人的八字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叫做什么 你先知道他的状况 然后再来分析 所以大多数的人 他们所学的都叫做套命 所以各位 你假如在网络论坛 你应该会有发现到一种情况 说过去都很准 批未来不见得 为什么说过去很准 因为过去他是继承的事实 他已经成为事实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去解释 看你自己 所以 我们往往看到 现在社会事件 某某名人发生的事情 结果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 明明这个名人的八字没有完整 只有年月日 但是老师就跟你讲 A老师跟你说 他叫做冲 所导致的 B老师跟你讲说 这个人会发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他的宫位出问题 C老师跟你讲说 这个是因为他的继承 各位 同样的一个八字 年月日 结果三个老师 用三个不同角度跟你分析 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各位 你假如从我刚刚所讲的这种情况 你会不会感受到很奇怪 那是因为什么 先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 才来研究 所以你可以套命 就很像我在之前网路论坛看到一个 他就说 他说我第一次碰到隐士生三行 影响性这么大 把一个好的八字 整体结构都改变掉 原来他的子子没有桃花 来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有桃花 他就看到他的八字里面有隐士生三行 所以他认定隐士生三行 是他没有桃花的原因 但是我当下看那个八字 我一看 我就知道他的财运 从头到尾都没有好过 跟隐士生三行 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各位 是不是这个分析者 就已经事先认定 他就是因为隐士生三行 所导致的这种现象 所以他只不过是在解释 他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实际上 他是不是在批八字 根本就不是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在学八字 学到最后都无法批命 所以 学八字的顺序是要怎样 你要先帮他预测 不用预测很久 半年以后 一年以后 然后 预测完了 告知他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 等个半年 等个一年 你才来 去看看 你当时候批的 有没有正确 而不要老是用过去 你用过去 基本上都在套命而已 你要用这一种方式 先预测 后来实证 这一种的方式 你才会真正对八字了解 否则 你学八字是干嘛的 用来跟人家讲故事 说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吗 当然不是 我们是要来帮他预测未来会怎么样 然后 帮他规划他要怎么走 对他才比较有帮助 所以学习的顺序 当你已经懂了八字 七八分的时候 开始进入批命的阶段 先批 短的未来 半年 一年 然后事后的追踪 看你批重的有多少 批重的 自然你就知道 你的八字可以用 批不重 你才知道 你的八字有哪边需要做修正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